在离岛澎湖怎么会出现了两个太阳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有人立刻用手机拍了下来 PO在网路上 大家就讨论了 有人说啊 这地球快毁灭了 要赶紧逃命 等一下我告诉您 气象专家告诉大家说 这一切都是乱说的 其实啊 这只是难得一见的 幻日现象 两个太阳是有没有看错啊 有网友在网站的留言板上写着标题 今天我朋友去海提跑步时拍到的 内文就是这张 在澎湖拍到两个太阳的照片 引发了网友的广大讨论 有人说有两个太阳 难怪这澎湖紫外线特别强 夏天也特别热 但又有人大叫见鬼了 还有人说地球要爆炸了 快点逃到太空去 当然又有人怀疑照片造假 质疑是不是iPhone特效功能拍的 甚至连马公气象站的主任 看到了都嘖嘖称奇 半日会稍微有一点距离啊 很少看到 我不敢讲说一定没有那么近啊 但是怎么会那么近 两个太阳那么近 这个比较少见啊 原来是换日现象 因为高空的薄云折射 太阳光线造成的奇观 正好一位澎湖导游 到马公关一亭散步时拍到 但这见到的几率真的很小 其实这边已经很少看到太阳 还是看到两个太阳 对啊 澎湖 澎湖不是没什么太阳 最近了 好在两个太阳 只是难得一见的特殊景象 地球不会因此毁灭 大家可以不用穷紧张了